來我們在這邊給各位看一下呢 這個現在各位安裝的這個版本就是威力導演的免費版 應該說特別版 它現在跟另外一個軟體叫相片大師都是一樣的方式 就是有新版本出來之後 它前一個版本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就是有所謂的特別版這樣 這樣了解 好那所以它你剛看到這些所謂的序號啦 那些都是公開的啦 你網路上它常常會有推出這個特別的優惠 你就可以去找 那我們來看的就是你在這邊呢 進來之後總是要有一些功能限制吧 對不對 不然的話它就不用賣啦 好我們先說明一下LO1是特別版 所以它有一些所謂的功能限制 例如說它關閉的硬體的解碼 所以當然整個編輯速度會比較慢一點點 第二個可能你會看到它有一些功能 它就會告訴你都不能用 要升級才可以使用 好那差不多有六層啦 差不多六層左右的功能 是我們在這個版本裡面是可以直接用的 好可以直接用的這樣子 那麼像我們的藍綠幕去備在這版本也是OK的 所以你也可以比如說我就在藍綠幕前面拍好之後 進去裡面做後製 當然它可以做更多 另外呢它還有個限制就是它不能從Direct Zone下載 因為微導演後來變得比較盛情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它有一個使用者的論壇 它有很多包括他們自己公司 或者使用者就會分享他們的一些有沒有版本的內容 那這個版本特別版是不能夠下載的 不過呢各位基本上 雖然它不能用H.264的編碼 但是它影片還是可以用WMV輸出到1920x1080 所以對於一般性的使用還算夠 當然我也鼓勵各位如果你覺得它好用 其實可以購買 我自己是有買14的版本 15 16我就還沒有升級 OK這個是跟各位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那麼剛剛呢各位你進到這邊之後 原則上都是相同的 那你可以從我這邊 從我這裡來下載這個 我剛剛有在分享幾個資料夾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 有個練習的素材有沒有 這裡有個MP4的 這是同學打那個排球的 高職的同學打排球的 然後這個是做出來的 就是用免費版做的 我特別用免費版做 因為為了方便大家看嘛對不對 來我找一下看一下在哪裡 在這裡 這裡有完成的 這是它裡面就有的功能 我沒有放音樂 我沒有放音樂 因為我那時候是拿來 等於我做一個片頭 對不對 那這個可不可以拿到OPS裡面來用 當然也可以啊 也可以 好 所以這裡有了一個 再來我們看精彩片段 有沒有快轉的 對不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沒什麼時間 有沒有慢動作的 這個 了解嗎 對不對 這些就在免費版面都可以做得到 都可以做得到 後面也有快轉的 也有快轉的 好 那除了這個以外 你也可以做什麼 它裡面有一些特效 你可以拿來用 你有沒有發現一段裡面它自動抓出來 就是自動把它抓出來 有沒有看到有殘飲的 這不是那個影片錄的時候 這樣是因為 加上殘飲的效果 殘飲的效果 因為殘飲效果也在我們 視訊裡面常用 所以你要做慢動作的時候 當然那殘飲的量要多少 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 這些都是在我們裡面就可以完成的 這樣有了解 然後呢 這個也是啊 這個 它影片本身實際上是什麼 比較 大 可是 因為我要抓特寫 抓特寫 所以我把那個地方放大 它本身也有就是把那個視訊放大的效果 好 當然放大之後 你很明顯看到 有沒有比較馬賽克一點 好 這是一定的 所以 如果說像你有做這種畫面之後 你的 在螢幕上播 你就不要播全螢幕的 才不會自負其短 我播小的就好啦 對不對 這是給各位看一下 那 可以麻煩各位 這個檔案呢 都在這個裡面 你可以從我這邊先下載 等一下我們把這個檔案 就叫到威力島裡面 那怎麼叫進去 你應該知道 我也是教你人性的方法 對不對 所以 練習素材 按著丟進來 這樣可接受嗎 好 你稍等一下它就進來了有沒有 好 這樣就進來裡面了 我等各位一下囉 好